阿囉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 那今天我看到這個畫面就知道 我們要來打好久沒有來的排行賽了喔 這一次為甚麼要打排行賽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的話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新的賽場 是我們超排行賽會場 那裡面是什麼角色呢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體驗一下 我們超的排行賽喔 那大家都可以把你們自己覺得比較厲害的一個隊伍啊 或是一些能夠打高分的隊伍的話 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些需要幫助的觀眾朋友們知道 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新的這個道場啊 到底會有什麼東西出現了 那其實哲平比較喔 本來就沒有說很會打這種道場模式喔 其實我真的連配貓貓或是配什麼都不太會啦 所以我們就是盡可能先來 帶大家體驗一下我們的這個模式 看一下裡面的角色到底是誰喔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覺得這個角色的話呢 這裡面的敵人啊 用什麼角色來打 應該是可以打到一個比較高分的喔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看法啦 那這一次基本上是一個全新的排行賽會場喔 之前有打過各種系列活動啦 那還沒有打過這個超排行賽會場 但是看到這個超的話呢 難道是要跟七龍珠合作嗎 不會是七龍珠超吧 當然是不可能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些比較恐怖的一些那個 比較恐怖的一些大敵人的感覺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超排行賽會場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玩命關頭大會好不好 裡面有123456789 9個問號 那以往來說的話 之前大家都是會比較推薦用飛準來打一個敵人 打出來一個戰術啊 這已經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去年還是前年的一個攻勢吧 那大家如果有一些新的戰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那我們這邊其實超級貓貓也不用派來太多 因為這個模式的話 你派太多超級貓貓基本上是 沒辦法出出來的這樣的感覺喔 那我們就先來一個那個 七歲歲外加飛準吧 把他引出來用七歲歲來割 然後就主要來說 看個幾隻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們給弄掉 然後沒女神這樣子喔 應該是ok吧 ok吧好不好 如果不行的話大家再跟我講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那個 我們要用的角色先給他弄出來 那目前來說我每一次都是大師兄啦 要不然就是那個掌門啦好不好 都沒有再打到很高前面了 那我是 我是知道大家應該有一些人都會來研究這個 這個就是分數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一些看法這樣子喔 好 應該這樣子就夠夠了 那我們還可以帶個那個連組吧 我們以前都不會帶連組的 今天來帶一下連組好了 讓那個 初始始有金錢upup好了喔 然後 讓一開始拿錢大 好這邊 我們的這個狂亂系列全部拿出來 然後這邊 七歲歲登場 小精靈應該也不錯耶 因為他的那個生產速度也是還蠻快的 然後 這邊再派一下我們的強貓 ok 就這樣來打打看我們這個好不好 玩命關頭大會好不好 玩命光頭來看看啊 這個關卡裡面到底為什麼會是超呢 來這邊的話又是我們的熟面孔啦 就是我們的這個木樁先生好不好 木樁先生真的是還蠻恐怖 這邊先出來是我們的這個異星的鱷魚 應該ok吧 我覺得應該還行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們是不是初期就是要先 要先把一些就是角色先叫出來了 飛準哥 先出去 欸打不到 尷尬了 玩家浪費超多時間 而且準哥砍不死這個鱷魚耶 太好笑了吧 準哥你加油點好不好 準哥 會吧 那這關比較麻煩的就是因為 這些敵人啊 你擊殺之後他們都不會變成錢 他們會變成分數 所以這就是 這模式最麻煩的一個地方喔 這邊的話七歲歲可以登場了 ok嗎 出現的是我們的臉哥小蛇 再加上我們的黑色的海豹 這邊的話 這組合蠻特別的耶 所以要帶一下那個有屬性敵人的大傷害的角色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 比如說帶個那個蓋亞或是什麼之類的 應該可能會比較ok 對這關好像基本上都是那個 都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 都是我們的有屬性的敵人耶 這邊的話大家進來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那個黑色海豹跟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 跟臉哥的世界喔 那是不是應該可以派一下那個派派了 感覺派派在這關的話應該還行喔 他可以把這個 臉哥給打爆吧 完了 我覺得 碎碎這邊 哇 等一下 等會等會等會 哇 鴕鳥啊 還有鴕鳥啊各位 還有鴕鳥的話這邊的話我覺得應該就那個 哇哈哈哈哈哈 應該沒有人這樣說 哈哈哈哈哈 1820 入門者 抱歉抱歉 完了三年 打了入門者的成績出來 太87了吧 那我這邊的話要換掉了 然後我們要把那個誰 把能夠打那個 傳說西偶角色 打那個 有屬性敵人的角色拿出來用了喔 把那個 右傑 黑傑拿出來用好了 大家都比較喜歡 然後 貓飯全派派 然後 碎碎應該要下來 先出這邊沒辦法 太87了吧 太好笑了吧 那我覺得先可以出一下那個 先出美魔貓來 咬一下陣型 反正我們不用這麼多盾牌嘛對不對 先美魔貓扛一下啊 太87了吧 哈哈 哎呦喂啊 然後我們這邊是有派派的話應該OK吧 我覺得 拍拍真的是應該還是頂型的 然後後面是有那個了 哎呦不是我帶錯角色了 我帶右傑啦 我要帶黑傑的啊 我在幹嘛 抱歉各位抱歉 好不好 哲平又雷啦 又不知道在搞什麼東西鬼啦 好不好 先出一隻 美魔貓 哎美魔貓 然後我們再出一下大狂亂 那應該OK了吧 我主要來說是要讓那個 先去撞那個木樁喔 派派 GOGO 很晃很晃 派派這個是範圍攻擊的應該蠻行的吧 好來了臉哥來了 派派開 開開打 應該可以一下個幾隻吧 沒問題吧 派派你OK的吧 可以可以可以 太省了太省了 沒有問題好不好 但是這個鴕鳥可能就有點問題了 這鴕鳥剛剛是不是有打出坡洞啊 等一下 是誰在發坡洞 誰 喔是我們在發坡洞啦白癡喔 不是啦白癡 我這邊帶錯角色了 又要爆開啦 但我這次應該可以跟我的那個初階者說拜拜了吧 應該可以跟初階者說拜拜了吧 我怎麼現在連這個道場都不會打啦 11307可以打到哪裡 嘿嘿嘿 還是入門者 抱歉 你還是入門者啊 哲平這個話換掉 那個我要帶的是那個啊 我要帶的是黑姐 然後黑姐的話這邊 我們把那個小精靈再換一隻坦克出來好了 不然我覺得hold不住 黑姐小精靈換成那個 一樣這個坦克好不好 這樣應該可以吧 好不好 完了啦 我怎麼 我怎麼完全不會打這個了 有魔鬼 他好像是一下就出出來了欸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吞批啊 就是 等到那個整個可以出出去在那個 這邊4300跟4500的話大概是要1萬多才可以出到 那個 黑姐跟那個派派 這兩隻要出的話應該是這樣 先出美魔 然後我們繼續等錢包啦好不好 我們雖然雖然已經加了殊死金額 但是還是明顯不夠欸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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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波再等一波好不好 再等再等再等 然後我們可以先 他可以先出個那個 黑姐 黑姐出去之後再把那個誰 再把那個就是 派派出出去 剛剛我們腿貓的那個 波洞讓我以為是敵人的波洞啊 搞什麼鬼 我想說奇怪怎麼可能 來了來了來了 反攻的號角到啦各位 反攻的號角到啦 派派 一下一隻啦 這黑色海報真的是還蠻難搞的欸 說真的 其實不該這麼早叫黑姐的齁 應該要先 叫那個能夠打黑色敵人 應該會比較好 因為這兩隻海報真的是 太好掰了 黑鳥來了 可以黑姐可以打駝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黑姐 GOGO 傑哥傑哥可以 傑哥很OK 可以可以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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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兩隻臉鴿 你知道我們這邊派的是誰嗎 貓飯全派派啊 怕你啊 完了完了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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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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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被 黑姐被打爆了 哇哇哇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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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有黑色山豬欸 OMG再見世界 好了 37329應該可以脫離入門者了吧 應該可以了吧 可以脫離入門者了吧 有了有了有了 喔黑帶有有有還行還行 我以前紀元上都可以打到20%了欸 但是這是沒有辦法了QQ 這邊的話裡面有這個好不好 黑色山豬黑色海報跟我們的駝鳥還有天使星星還有鱷魚跟我們紅色小蛇跟紅色臉哥跟我們這個 鴿子喔 那大家會用什麼陣型來打我們這關卡 你們現在打到第幾分呢 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分享給哲平知道 還有分享給觀眾朋友們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拿到一些比較高分 我覺得裡面有黑色的這個 山豬跟黑色海報的話 感覺如果要用那個 炸彈帽的話好像也沒有說那麼好 因為這關的那個金錢啊真的是比較少一點點好不好 真的是 再說再研究一下好不好 完命關頭大尾我覺得這個還算是 真的小有難度欸 而且我是 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打那個就是 排行賽會場是打到三場 全部都是直接被那個敵人給毀滅的 這關算跟我的對我的配置有關係 但是我以前打都還沒有這麼難 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 好啦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的一些戰法囉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往這邊啦 我是學編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